山河之報如影隨行 歡迎您加入這個小時的 莊案組節目 我是楊無涵 節目一開始 我們帶您來看到 位在戲紙的密室三死命案 當初因為門窗沒有被破壞 加上現場瀰漫著濃濃的瓦斯味 所以在第一時間 警方是以親生來結案 而陳詩在屋裡的是小婷 和她兩個才國小大的女兒 家屬非常悲痛 直覺女兒不可能無緣無故 就帶著孩子離開 於是他們自己辦起柯南找真相 還四處陳情 結果就在案發後的一年多 市林地檢署的檢察官林洪松 才剛接任沒有多久 就在辦公室裡 莫名的一直聞到一股茉莉花香 她循著氣味找到了源頭 就是這一件戲紙密室命案的卷宗 奇怪的是案發後的三天 法醫就在三人的體內 驗出了乙迷的成分 這是一種工業用的化學管制容器 只要人一吸入呢 極有可能就會馬上陷入昏迷 但如果這三人真的是親生 體內又怎麼會有這種東西呢 人命關天 檢方決定重啟調查 一追下去 這竟然掀開了一起超完美的謀殺計劃 這天一早上學時間到 就讀國小二年級的小藝 卻沒來上課 班老師也覺得奇怪 因為打到家裡沒人接 家長也沒打電話來請假 沒想到同校的六年級的姐姐小綺 也聯絡不到人 最後校方好不容易聯絡上了兩位女童的父親 但她卻沒說什麼 就匆匆掛上了電話 一直到了下午 還是沒有這對姐妹的消息 校方決定派老師前往家裡查訪 結果才一到家門口 撫鼻而來的是濃濃瓦斯味 她去聞到那個瓦斯的味道 然後發現這個家裡是門 門都是反鎖的 所以她就打這個119 管理員驚覺不對 趕緊報警 畢竟這裡可是有上百戶住家的 細紙大型社區 稍有不慎 恐怕波及範圍更大 消防人員一到試圖破壞大門 破門而入 然後才發現說有這個 三人都已經死亡 然後現場有瓦斯味 住在這裡的是女主人小婷 她36歲 還有她的兩個8歲和13歲的女兒 母女三人都各自躺在自己的床鋪上 衣著整齊還蓋著棉被 仔細查看屋內門窗都是由內而外繁鎖 窗戶的縫隙都被布條堵住 而瓦斯路上還放著熱水壺 加上沒有外力侵入的跡象 讓警方第一時間研判 這很有可能是一起母親 帶著女兒慶盛的悲劇 兩位小朋友都非常的乖巧 董事表現很優秀 那在功課方面 像姐妹妹 特別是她的妹妹的功課 非常的棒 是班上的小老師 也是老師的好幫手 斗大的新聞標題寫下母親蔡婷佑 疑似因為和丈夫分居了一年多 面對老公拋家棄女難以謀生 才會帶著自己的女兒離開人間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會以為說是 是不是因為瓦斯中毒意外 或者是說是因為媽媽 她對於生活上有一些不順利 所以帶著兩個小孩子親生 但這看在蔡家人的眼裡 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家屬要求法醫要仔細檢視 解剖相驗遺體 就在案發的三天之後 2006年4月14號 法醫就驗出了死亡的母女三人 協議裡均有麻醉藥物 乙泥的成分 這讓原先的親生案件增添了疑點 不過當時的細紙分局偵查隊 卻草率的依舊已親生結案 小婷的父母更在案發之後 多次向相關單位陳情 卻始終沒有得到回應 案子就這麼一直沉寂 隔了一年多 直到隔年的8月 案情終於有了轉機 我從公訴組 調到偵查組的第一天 我在整理卷宗的時候 就聞到一個香味 那個香味就是 有一點那種淡淡的 後來有人說是墨綠香 那種一點淡淡的香味 那我就去翻找那個卷宗 就在這種卷海裡面 不知道能夠想像嗎 三百 將近三百卷的卷宗是什麼樣子 才剛調任到市林地檢署的檢察官林洪松 一進到辦公室 從這再平凡也不過的空氣裡 聞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而這香味到底打哪來 沒想到就在檢察官身旁 那堆積如山的卷宗裡 找到了源頭 而那一本卷宗正是這一樁 細紙母女三死滅門慘案 後來我在請法醫開正式的 香菸事理證明書的時候 法醫跟我說不對喔 兩個小孩是他殺之外 連媽媽的部分也都是他殺 法醫講出他殺這兩個字 也讓林洪松決定重啟調查 因為當時前手檢察官其實他有解剖 因為家屬覺得怪怪的 所以有要求要解剖 那解剖的一個化驗結果發現說 這個兩個小孩子跟媽媽 他們嘴角都有那種悶意的痕跡 就是有被壓 有被這種悶的那種痕跡 然後血液裡面很特別是有驗到 乙民的成分 乙民的用途最常用的是 外科手術的麻醉劑 或是工業上製造業的溶劑 如果人體吸入一定濃度 會陷入昏迷 後來是因為解火出來之後發現 底內竟然還有乙民的成分 所以這個顯然應該是 三人都是踏車的可能性非常高的 調查死因更發現 血液裡的液氧化碳濃度極低 幾乎是不可能液氧化碳中毒導致死亡 一查下去種種激症顯示 死者小婷父母親的直覺是對的 這個案子果然不單純 進一步清查這個家 早已家不像家 尤其命案發生之後 這個家的男主人張鶴玲 曾經回到現場認識 但他的態度和種種表現 也讓警方起疑 因為失去了兩個輕生骨肉的他 卻非常冷靜 不但一滴淚也沒掉 一回來就馬上被鄰居追打 難道鄰居已經早一步 看出了什麼異狀嗎 這個屋簷底下突如其來 爆發滅門三死血案 這當中還藏了哪些 沒有被揭開的真相 這個家到底還藏了哪些秘密 林鴻松檢察官整理完卷宗之後 找來了刑事局和戲紙分局 共同再來追查這個案件 但是已經時隔了一年多 這證據要從哪裡找起呢 檢警決定先重回戲紙的這個案發現場 我們重案組也實際專訪到了當時戲紙分局的偵查隊隊長李景黃 他雖然已經退休了 但是重新回憶起回到案發現場的那一天 他記憶猶新的說那個空間讓所有人都寒毛直樹 離開案發現場的檢察官和刑事局真四隊的隊員 身體也都不太舒服 剛開始還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才聯想到很有可能是以親生被草草結案的死者 怨氣太深 在案發後的一年多 戲紙分局的偵查隊隊長換人 換成了李景黃 而就在他剛到任沒有多久 就接到了林鴻松檢察官的電話 他就找我去 他說 李隊長 有乙迷成分 你了解看 這個乙迷 是什麼東西 發覺的乙迷是怎樣 剛開始連乙迷是什麼都不太清楚 但看了卷宗上法醫的報告寫他殺 這難道和乙迷有關係嗎 結果我回來 就找同事去問 然後問了結果說那個很毒啊 那個就是一碰到給你 用毛布乙迷 給你弄到鼻子完馬上就昏迷 昏迷之後就死亡了 我說這麼這麼毒啊 後來我就跟他報告 他說那最近有問題 他說好 那我這幾天就找個時間 我們就去現場看 隔了一年多 當李錦黃一來到 細紙大型社區的 這一個案發現場 一打開門 一陣冷風直直吹來 我們就在3月18號那一天 就回到那個案發現場 那個案發現場 其實他現場都沒有動過 除了斷水斷電之外 所以現場其實就是很陰森 那個陰森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你 夏天站在冰箱 前面打開冰箱那種感受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叫 什麼叫做陰森 那個真的是會讓你覺得說 我當時真的都起雞皮疙瘩 雞皮疙瘩 雞皮疙瘩 我就...我就這樣感覺 就這樣就... 牙齒無皮這樣啦 感覺就是這樣 那些東西都... 幾百幾百都聽好了 都...都沒人... 沒人... 沒人... 一進去 我就直接... 整個... 就感覺這個東西... 撞擊不好 到我心臟 讓我心臟整個... 強烈收縮 很不舒服 而沒想到就在離開 案發現場之後 檢警們卻開始陸陸續續 出現狀況 檢察官來我們戲組 我當隊長了 要進地主主義 早上去辦公室 坐一下泡個茶 最起碼叫個便當給他出一下 那一天下來 我真的... 整個人都... 我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很不舒服啦 就... 沒有辦法 就想...想要他出案喔 也沒有這種... 心情 詭異的是 隊長李景黃身體突然不適 還開始拉肚子 就連檢察官身體都不太舒服 回去之後沒多久 就陸陸續續聽到說 那個戲職的偵察隊長 他就拉肚子拉拉好幾天 然後... 就是李央綺他們的主長 他還有他們的有趣的人 陸陸續續都是發生了一些小狀況 可能頭痛啊 或是身體痛哪邊痛這樣子 事後... 他才跟我講說 他也是... 那一天你是接得很不舒服 他要趕著回去 我回辦公室之後 十二點多嘛 看完好像快一點啦 這天中午李景黃 連同事買的便當都沒餵口吃 躺在辦公室的隊長請示裡 整個人病奄奄的 完全提不起警 我們那個副隊長 就比較年紀比較大 他就跟我講說 隊長要開安保 你這樣... 人家... 我便去 我便去 你跟老闆說 我人家很不爽快 我便去你開 他就開了 開開下來 他就趕著... 弄門了 他說... 你比較... 要去看醫生也不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現場看不看 回來回來這樣人 這樣 腿都軟下去 這樣很辛苦 他... 他說... 這樣有可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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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去刷掉還是怎麼樣 你... 待會你... 把手... 揹開開 你跟他說... 沒什麼人有辦法 要替你身體 你不要把我創蹄了 我就照顧 就已經比較咬 我就倒在這樣 黏黏的 就像... 黏了就睡了 嘴巴默念的這幾句話 彷彿像是仙丹一樣 有了... 有了這樣難以解釋的經歷 他們心裡也認定 這個案子肯定有冤情 那個... 人家是跟他解釋說 因為喔 那個地方冤氣很重 那戲子那個隊長 因為他們當時在偵辦的態度 不是很認真 所以那個就讓他拉肚子拉站天 有點在警告他的意味這樣 那因為李央吉他們是新接辦的 有點讓他們嚇碼會說 那你們... 你們不好辦的話 然後... 讓他們感受到這種 冤氣的這種厲害這樣子 我真的會覺得你們就是 因為我們也看到那麼多現場 很少... 很少看到這種 怨念這麼重 可是講到現在我都會... 我會失去 那種感覺 很可怕 那一晚我就明白說 就看那一位 一個人帶兩個孩子 站在我前面這樣 都沒有說話啦 他都沒有講話 我已經知道了 說他... 他可能來要叫我... 叫他快點給他打案 我就跟他說 我是要跟他打三天 你喔 不要再跟他打招呼 這樣 他都沒有講話 我就這樣 明明這樣 這樣 腳腳地這樣說 這樣啦 就... 就不意了 經過沉澱 裡面李錦黃回想起 現場鄰居的這一番話 到現場的時候 郭碧那個一個婦人 他看到警察跟那個... 他就跑過來啦 啊... 用台語講 這個... 這個... 真是很惡事啦 怎樣 一直就說 當然這個青豬 當然我不能放棄了 我就說... 比較了解一下這樣 鄰居口中 這位二職的老公就是他 戴著眼鏡 面對鏡頭 笑開懷的張鶴玲 會讓人這麼氣憤 全是因為他對這個家庭不忠 張鶴玲雙手環抱著的就是他的情人蘇玉珍 兩個人都露出燦爛笑容 這本應該是台面底下的秘密 卻在戲紙社區裡弄得人盡皆知 他們公子要跟他們母離婚啦 他們公子一直愛這間房子啦 房子要給他們母 他們母說沒關係 離婚沒關係 這間房子你要老 我養這兩個小孩 他們公子不愛 他們母帶給客廳疼 我就問說 他們這個母子在創什麼 他說... 別僵有啦 五十八歲的張鶴玲原先是一名廚師 和妻子小婷生下了兩名女兒之後 只要夫妻吵架 小婷就成了出氣包 我問為什麼老婆要離婚 他說他們都去附近拍馬丁 他們這場大了拍馬丁去 去繞就別人就對了 跟那個排油去繞到 所以說跟那個去繞 要給他們母離婚 而張鶴玲自從認識這個排友 蘇玉貞之後 像是被下了鼓一樣 心思都花在她身上 不過自己還有家庭和妻兒 而蘇玉貞本身也是已婚身分 兩人婚姻出軌 更是愛得轟轟烈烈 這一段見不得光的戀情 和這起命案 又有什麼樣密不可分的關聯 看完這些難以用科學來解釋的事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來看 要破案得要有證據 更得講求科學 尤其是重啟調查這個 已經案發了一年多的案件 追起來更是不容易 但是為了不讓小婷的母女 三人白白冤死 檢察官林鴻松更找來了 刑事局的偵視隊 具有豐富辦案經驗的李央琦 共同來偵辦這起案件 他們特別成立了雙人專案小組 但是最大的嫌疑人小婷的丈夫 張賀玲 人早已經離開台灣了 他們會用什麼方法 測動她回台呢 檢警調查這個張賀玲 在案發之後每幾個月 就前往了對岸的 廚具工廠上班 而且和蘇玉珍完全沒聯絡 兩個人已經分手了 因為她已經在 她已經出境了 已經在大陸了 所以想到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那怎麼讓她回來台灣 今天看到有研究說這樣 要怎麼叫她回來 二十多年的地鐵 我開始做一切 被檢查作為開始做了 該如何讓張賀玲順利回台 原先享用被害人小婷的 身故保險金 讓她回台灣領禮賠金 不過被保險公司婉拒 最終被檢察官逮到機會 她回來的主要原因應該是我那時候 有在做一個入出境的一個告知通知 結果她的哥哥收到這個 入出境告知的這個通知之後 她哥哥就有點生氣 寫了一封信來 有點指責說 這個案件這麼久了 她弟弟已經重新生活 為什麼我們都還沒結案 還在調查 那我就想到說 那這樣子其實有點機會 機會來 我就跟這個 張賀玲的哥哥聯絡 我就跟他說 只要你弟弟願意回來 接受測訪 測訪一過 我就把案件截掉 張賀玲的哥哥 堅信自己弟弟 絕對清白 要他趕緊回台灣 把這事情處理好 而檢景打出的這張親人牌 果真奏效 所以就這樣大概持續的這樣子 快十個月嘛 那後來我們 就對他做測謊 那他們也來了 張賀玲 蘇玉珍 這對昔日的情侶黨 現在要面臨最真實的考驗 我們分兩個不同的測謊室 然後同時進行 我們同時把他們兩個 讓他們兩個到案 然後就依照本來規劃的 測謊的狀況去執行 刑事局測謊單位 在案件偵查的過程當中 扮演了關鍵角色 不僅事前非常用心的 擬定測謊題目 還和專案小組 共同到案發現場做觀察 因為對受測者問的每一個問題 都可能牽動案件的走向 張賀玲進到測謊室之後 針對瓦斯是不是他開的 然後跟他案發的時候他有沒有在場 其實針對他這個問題 他是沒有辦法通過我們測謊的 你當時你買來 是要做什麼使用 那結果他是反應在 拿來用來犯案 那所謂的沒有辦法通過測謊 其實主要的意思是在於 我們提高了他涉案的可能性 我們想要知道 他到底是哪些話沒有說 他必須要把事情交代清楚 我們才能搞清楚 他在這個案子裡面的涉案程度 但是測謊過程中 有可能因為身體因素 或是外在干擾等等 影響到受測者的變化曲線 所以測謊之後 還得進行關鍵會談 只是很遺憾的 他在第一時間 在第一時間 其實並沒有對他的測謊結果 做出任何的說明 他告訴我們的是 我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情 或傷天害理的事情 張鶴玲講得信誓旦旦 和測謊結果顯示的 卻是天差地遠 專案小組事前做主準備 果真打臉這兩人的謊話連篇 我們收到了這兩位 他們出遊的親密照片 就是有擁抱那些照片 那等於說就是有點打他們臉了 因為他們之前一直說 他們沒有怎麼樣 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說 我們其實掌握了非常多的資訊 雖然說沒有很多質疑證據 但是我們對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其實我們已經都了解得很清楚 這些照片也讓這起命案 有了可疑的動機 但他們卻不斷為自己造藉口 那蘇玉貞她就一直用各種理由 說什麼原因 所以她這個不舒服 所以她沒有辦法接受測謊 所以她等於說用各種理由 她就沒有測 那有關蘇玉貞的部分 我們其實到現場之後 到我們測謊室之後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她就已經提到說 她當天剛好是女性的生理期 然後一直以來都有所謂的婦女病 不只找了藉口 還在現場就吞了一顆止痛藥 專案小組更發現 蘇玉貞還自己做了事前功課 偵查同仁其實後來也在 才在她的電腦裡面發現 她有曾經去搜尋過 相關想要通過測謊的一些 或者是沒有通過測謊事物 可以提出來作為抗辯的說法 那其實跟她在測謊前 對我們所做的說法 是有點一致也是相同的 如果真是無辜 何必如此費盡心機 眼前這個蘇玉貞還真的是有備而來 跟專案小組鬥志 所以她可能覺得說 我們可能有很多東西 可以證明說她有涉嫌 她為了撇清自己的責任 所以她就說她願意 配合講出一些東西 那她可能也有研究過 這個相關的法令的規定 所以她就問說 她想要適用證人保護法 所謂證人保護法的規定 就是如果你在陳述之前 取得了檢察官的同意 最後透過你的證詞 追溯到其他共犯或是犯嫌 你就可以得到減刑 或許這個蘇玉貞 就是那把破案的鑰匙 檢察官答應了她的請求 然後她就開始講了 她就講說在案發的前一天晚上 張鶴玲有去她家找她 那這個就跟我們當時 所看的通聯紀錄 基地台位置移動的一個路徑 是吻合的 然後她就說張鶴玲去她家 在那邊有吃個東西完之後 就跟她說她要去犯案了 那她有先提到說 他們之前有去墾丁玩 那剛好就跟那個照片是吻合 那個照片是在墾丁拍的 那他們在去墾丁的那個 玩的那個路上 有去一家這個化學藥品的 一家化工行去買乙米 這一個關鍵詞 也讓三位死者身上驗出的乙米 有了連結 那她的解釋說 他們還去買那個天竹鼠 還是白老鼠之類的來做實驗 就是要加多少一樣的劑量 可以讓這隻老鼠昏迷 那她當然都撇清說 她也不知道說張鶴玲要做什麼用 那所以她講了這一段之後 那張鶴玲她的這個色嫌的 這個幾乎就是已經指在她的色嫌 因為乙米就是這樣來的啊 蘇宜生說她買了做案用的乙米 這時候張鶴玲不僅沒踩煞車 還做出了驚人之舉 張鶴玲到的現場 等於說就是到那個死者的住處之後 還打電話直播給她聽 她有聽到這個張鶴玲說 我要去這個廁所拿刷子來刷她的指甲 刷她的指甲 那我們研判說 那時候可能是因為她要悶 悶那個她她太太的時候 可能有被抓傷她怎麼樣 所以她怕留下痕跡 所以去刷她的指甲 那另外蘇宜生又說她在電話裡面 有聽到張鶴玲說 爸爸對不起你了 張鶴玲謀殺妻女還直播 令檢警難以置信 而張鶴玲後續的移動軌跡 也符合了這一套劇本 那另外她還說張鶴玲還在電話裡面 有問她說 那我那些東西要拿去哪裡丟比較好 那我們研判就是那些悶 還有乙迷那些相關的東西 現在真相已經八九不離十 唯獨缺了張鶴玲這一塊唯一的拼圖 問完之後我記得大概已經 凌晨兩三點了 凌晨兩三點我就先回家去休息了 那我記得後來就沒多久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說起床 那個聲音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一個女孩子在你耳邊 然後有一點很輕微的那種聲音 然後叫你死 我就醒過來了 我一開始我以為 是不是我太太叫我起來 結果我發現我太太還在睡覺 我就把她搖醒 我說你有沒有叫我 我說沒有啊 對啊 因為後來我就沒有再睡 沒有再睡隔沒多久 我就聽到 就接到李洋琦的電話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個張鶴玲她有承認殺她的老婆 但是她還是否認殺她的小孩 儘管張鶴玲石口否認殺害女兒 但是女兒死亡是既定事實 她想賴也賴不掉 這一樁她自以為的完美謀殺案 終究讓檢警找到了破口 案件才得以突破 還給死者一個公道 帶進來所有的 你看她就是 那個是滅無血色的 滅無血色 可以講就是我們好像 那個看了一具屍體那種感覺 她說她雖然到上海去 結果不是說人在上海不在台灣 她就沒有那個夢魘 她說她一直感覺到 她的太太跟小孩還一直纏著她 警方在偵訊室播放了大悲咒 還放了母女生活照 以及遺體的解剖照 這才讓張鶴玲終於點頭 承認她殺了人 但她只承認殺妻 對於她兩個親生女兒怎麼死的 她第一時間仍是矢口否認 警方將她積壓禁見 失去了自由 被關在看守所的張鶴玲 或許是良心不安 最後她才坦承 兩個女兒的確是她殺的 因為當時候她在犯案 大女兒起來上廁所 害怕被她募集之後 事蹟全部敗露 她才會一不做二不休 用同樣的手法 將兩個女兒殺害 可惡的是犯案過程 張鶴玲為了讓這個小三 有親臨現場的感覺 竟然還全程直播 警方在詢問當下 張鶴玲完全不知道 早已經被蘇玉貞給出賣 她還試圖避重就輕 不肯公出實情 直到被羈押了數日 她才終於承認 連自己的親生骨肉 也是她下的手 更讓檢警好奇的是 那她的外語女友蘇玉貞 在這當中 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其實叫說犯 最難辦的就是 你必須要被叫說者 能夠把你講出來 你才有直接證據 不然的話 你叫說者 根本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 檢方根據偵查結果發現 蘇玉貞其實參與程度不低 但就是苦無直接證據 而且警方在監聽她的時候 也對她的個性 還有私下生活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聽到就是 她那個女朋友很亂就是 蘇玉貞 你如果從她外表看的話 你也覺得說 她可能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那個樣子 那你沒有做通訊監察 你不知道說 原來她還有一些 她的生活原來是 這麼的複雜 還有一些她的心機 或者說她的一些演談 其實很多都是很不恰當的 這個蘇玉貞 她善於周旋在各個男人之間 對於擄獲男人心 特別有一套 許多男性在認識她之後 更是栽進情網難以自拔 顯然當年的張鶴玲 就是其中的一位 所以後來就是 要能夠突破 一定要從張鶴玲這邊去突破 那因為張鶴玲一開始 其實她也不是很願意講 但是因為後來 她被我們羈押之後 她的家人覺得說 她是因為蘇玉貞 才會犯的這個錯 所以他們家人 就一直勸她說 你要把實情講出來 一邊是親情 一邊是婚外情 張鶴玲到最後關頭 良心發現 選擇說出實情 也清楚還原過程 從痛苦轉為茫然 眼神放空 然後開始閉上眼睛 去讓佛樂去洗激她的魔性 她坦存了 她後來就一時的意亂清理 讓她脫離了原本的家庭 然後也背棄了原本對女兒的責任 時間來到1993年 張鶴玲和妻子小婷結婚 生了兩個女兒 夫妻感情不好不壞 但張鶴玲工作之餘的興趣 就是喜歡打打麻將 2004年10月 她因為在社區打麻將 結識了已婚的蘇玉貞 兩人進而交往 發展出了婚外情 過了一年多婚外情曝光 小婷發現之後 份兒打電話給蘇玉貞的老公 揭發此事 對方鬧到離婚 也讓蘇玉貞對小婷恨之入骨 每一次只要張鶴玲和蘇玉貞吵架 她就故意煽風點火 要求張鶴玲殺死妻子 久而久之 妻子小婷還真成為了 張鶴玲的出氣筒 最後小婷向法院訴請離婚 要求兩個女兒的監護權 就連房子所有權 也是爭吵不休 小婷一切出發點都是為了兩個女兒 但毫無責任感的張鶴玲 這時眼裡卻只有蘇玉貞 原本張鶴玲猶豫不決 遲遲不敢動手 但蘇玉貞發出最後通牒 跟張鶴玲說 如果你再不動手 我們倆就不要再聯絡了 當時被戀愛沖昏頭的張鶴玲 最終決定 就在2006年的4月11號凌晨 執行這項殺人計劃 蘇玉貞接著又講說 張鶴玲到的現場 等於說就是到那個死者的住處之後 還打電話直播給他聽 然後就說他要下去了 然後他進去了 這個曾經是一家人最溫暖的堡壘 卻成了案發現場 張鶴玲戴著耳機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環節 一一報告 目的就是為了想要讓小三蘇玉貞 有清零現場的感覺 另外甚至還刻意佈置了案發現場 混淆警方偵辦 因為他那個後陽台 它並不是那種完全密閉式的鐵窗 死者的爸爸有提供的訊息說 他的女婿是做 跟這個從事這個風管相關的 所以經常他會爬高爬低的 那但是那個也太勇敢了 因為他那個是15樓 對 是16樓 他要從16樓攀降下去15樓 為了營造成密室殺人案 張鶴玲還冒險攀爬 不惜把自己當成了蜘蛛人 張鶴玲突然之後 他講出來 他說他就是 為大樓 他那14樓的同學樓 還用手法 滾亂滾亂滾亂 從湯門進來 進來跟他們母子跟兒子 濕死後 他一樣 為窗戶口 用手法 爬上去 為樓上 還走樓梯這樣下去 離開現場 這一切的過程 透過電話 蘇玉珍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包含孩子臨死前的喘息聲 人家朋友跟他說 不要跟他講出來 說他有卡電話 他說 他跟他媽 做條件就對了 他說 他女朋友是說 他有 電話中他有跟他說 孩子無顧我們也 他說這樣做囉嗦 那 結果那兩個孩子一樣 又跟他合適 他女朋友跟他說這點出來 這個按鍵比較怎麼 比較突破 等於說是直播整個犯罪過程給他聽 表示說他對於他的真心這樣 所以他直播給他聽 等於說直接就證明給他看這樣子 親手結束七女三人性命 還刻意打開瓦斯 製造成硬氧化碳中毒的假象 這樣一來母女三人意外深不顯 四百多萬 張鶴玲還是最直接的受益人 冥冥之中 這個有時候被害人 N N網死掉 他都N氣很重 當初命案第一時間 霞區警方並沒有把握相關機證 以至於錯失了破案關鍵 還好接手的林子松檢察官 找到了行任的刑事局警官李央琦 熱血的兩人更臨時成立了 兩人專案小組 我還曾經到戲子分局去找他們開會 然後去討論說接下來怎麼進行 那我還記得我在地檢署 還把他們找來開一個專案會議 那就大概討論一下說 後續要怎麼去釐清怎麼去調查 結果其中有一個行大的小隊長還跟我說 這怎麼可能是爸爸會殺小孩的案件 這個又沒有直接證據 還有一點被他吐槽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他們大概 可能案件也久了啦 那他們其實當時也問過這個死者的先生 所以他們可能也沒有什麼 再辦下去的動力啦 對啊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好吧 既然他們沒有這樣的一個企圖心 所以我就有想說 那我是不是找別的單位來處理來接犯 翔方設法才終於找到了突破點 花了十個月的時間 把這一件疑點重重的密室殺人案 順利掙破 我接手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沒有開一個正式的 香菸私底證明書 簡單來就是死亡證明書 載明死因給這個死者的爸媽 所以我當時其實面臨第一個難關 就是我怎麼去面對他的爸媽 因為隔了這麼久 你一個結果都還沒有給人家 小婷的父母面對女兒孫女被害 悲傷之餘還能冷靜地寫出疑點 四處陳情 最後加上檢察官切而不捨的努力 真相才得以水落始出 那我印象中一開始一次 好像是他的一個親人進來 然後就說他的這個死者爸媽 一直想要跟我講一些話這樣 我就請他們進來 那死者的爸爸 就在偵察庭就一直跟我說 他用台語講 甘文喔 甘文喔 我說 喔 那個你們應該做的 結果他講完之後 就跪下去了 你知道嗎 我就趕快 因為我們有那個法台 我就趕快衝下去 我就穿著法庭衝下去 他說阿伯你不要這樣 我就扶他起來 然後扶他起來 說你有沒有什麼 然後再補充的 然後他又一樣就講 甘文喔 甘文喔 又跪下去你知道嗎 他一共跟我下跪三次 我那時候眼淚都快掉下 對啊 就是很感動 就是我們的一些辛苦 然後讓 就講簡單一點 就是讓死者成冤得學 對不對 人只有誠實地面對自己 所犯下的過錯 你才可以得到救贖 所以 當時我們確實是有播放了 這個 小孩子的照片 以及 打費咒 張鶴林犯下了這起 人神共憤的殺妻女命案 法官最後更無審判處張鶴林 無期徒刑定驗 而他逃過死刑 這一個判決呢 家屬表示 完全無法接受 問了他 你到底是人 還是畜生 還是魔鬼 然後我記得他抬頭看了我一眼 神情痛苦的 講了說 我是被魔鬼操縱的畜生 張鶴林泯滅人性 殺害自己 輕生骨肉的行為 連偵辦警官都看不下去 但他真的能真心懺悔嗎 這樣子小孩子還是死過瞑目 對啊 對啊 你看小孩子的東西還貼在那邊 你看 所以他自己後悔 他說那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說那幾刀下去 他就這樣講 一場外遇 要了無辜的三條人命 辯護律師說 張鶴林當時早已沒了理智 對於判生或是判死 也沒有任何意見 他曾經六度被法院判處死刑 但沒想到最高法院更無審 仍是逃死 無期徒刑定驗 法官認為他殺女兒是臨時奇異 而犯後出現了創傷症狀 良心未泯 蘇玉先生你怎麼這麼狠心 真的是你所用的嗎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小三蘇玉珍 則是被判十年定驗 現在早已服刑完畢出獄 自從命案發生之後 小婷的父母是心如刀割 更直覺女兒死因不單純 不但四處陳情 爸爸更決定自己當柯南 找尋命案疑點 母親更是長達兩年 不斷夢到女兒和孫女 之前我們這個孫子 這個小子 我們男客人帶她回來 跟她討論要吃飯 跟我說阿嬤我要吃飯 我只要用一碗飯 跟外面拜託 一碗飯和一碗水果 兩個孫女在夢中頻頻喊惡 而在案發之後 位在戲紙的案發地點 也頻頻傳出了詭異事件 就有鄰居透露 在案發之後 時不時就有店家 在半夜外送三個便當到熊宅 而外送員一問管理員才發現 這送貨地址 竟然就是案發地點 但是這裡早已沒住人 不僅外送員驚嚇 連管理員都難以置信 這三個便當的傳聞 對比小婷母親的夢境 也不謀而合 母女三人無辜枉死 也實在令人不捨 小婷母親失去女人的每一天 都魂不守舍 現在終於破案了 最後的這判決結果 也讓家屬難以接受 這種這麼好處的事 這麼好處的事 這種沒有再判死刑 要有什麼人會判死刑 因為你要被捏苦 不要讓人看到 所以我覺得說 都是一直說讓她判死刑 都是沒有辦法 寶貝女兒和孫女 全都死在女婿手上 即使她被判死刑 還是換不回女兒的命 但法官對嫌犯的仁慈 仍再次重創 這一個支禮破碎的家 有雙子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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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蓮的吉安鄉 這裡是一個遠離塵銷 相當僻靜的鄉村 而這一天住在這個吉昌 當一街上的居民 卻開始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某一戶人家 好久沒有出門了 而最怪的是 這裡還開始出現了一些 不太尋常的氣味 於是他們找來了村長 還有鎖匠 會同警方 就一起進到了這一棟 三樓的透天錯屋子裡 而沒想到 循著味道走上去 三樓的浴室 卻發現了令人 難以置信的一幕 裡頭有8歲到18歲 不等的五個孩子 全都沉濕在了這裡 他們甚至還殘忍的被鐵絲 還有繩索捆綁 而警方在現場發現了 兩張求救字條 其中一張就被塞在 大門縫邊的清雲紙鈔 上頭還寫了SOS 而怪的是孩子遭綁 孩子們的父母親 卻不知去向 這難道會是有歹徒 闖入犯下的密室殺人案嗎 我們專案組也找到了當初 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的村長 還有專案小組的成員 帶您重回2006年 這驚恐的一夜 這裡是距離花蓮市中心 大約15分鐘車程的花蓮縣吉安鄉 而在吉昌一街這裡 更是鬧鐘取靜的聯動式住宅 平常白天或許大家都出門工作 幾乎沒有什麼人車出入 只有栓在家門口的狗 成了寧靜中的亮點 它是早期吉安的 就是聯動式的住宅 然後它的格局可能就是 比較面窄 沒那麼寬 也算舊式的一個建築 然後那個巷子裡面 因為它有大概六七戶 已經被安養中心購買下來 所以就是巷子內 都會擺一些救護車 然後大概進去的感覺 還是寧靜 如此寧靜的住宅區 一向雞犬相聞 那一天突然開始 有人發現了一狀 其實小孩子在上下雪的時候 他們會走一些固定的路 那比如說我的小孩子 他就是會走 我們家後面的巷子 那就是在有那麼幾天 我的小孩子回來 會跟我們說 爸爸媽媽那個地方 怎麼會有臭味 我們也不確定是哪一家 飄出來的 住在吉昌一街 超過三十年的張思青 算是當地的第一代住戶 而當時他在花蓮縣警察局 報房科擔任警務員 第一時間 他認為可能是廚餘或是地下水道 沒有清理才產生的異味 但或許是警察的直覺 讓他心中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直到9月8號這一天 在這兒淋漓間臭味的真相 突然被掀了開來 地點就在這一步 但是他的門是鎖著的 門窗是緊閉的 沒辦法開 那當時在窗戶往內看 可以看到裡面已經有蒼蠅在飛了 那時候天還沒黑嘛 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直覺 就是覺得不對勁 心裡覺得不對勁的這股不響律感 讓警方找來了鎖降 決定和村長一起 進到這間屋子裡 找尋臭味的源頭 一進去以後就是聞到臭 就開始選擇味道一直往上走 我就跟另外一個警察 就往三樓的樓梯上去 我們覺得三樓應該是 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的地方 因為味道特別的重 對這間屋子的相對位置不清楚 再加上黑漆漆的 只能靠著手電筒微弱的燈光 慢慢的探尋 當來到這扇門前時 腳步奢突然停住了 走到三樓浴室的時候 要把浴室門推開 但是浴室門被擋不住了 瞬間撲比而來的難聞氣味 此刻大家對於門裡面到底是什麼 也都心裡有數了 但當見識人員抵達三樓浴室的現場後 竟然又掀開了另一個殘忍的真相 他那個三樓的空間大概就是 一層樓有兩個房間 然後共用一個衛浴 那就是在三樓共用的衛浴裡面 五個小朋友都在裡面 他都是用堆疊的方式 五個孩子的命 通通在這棟房子裡劃下句點 最後被堆疊在採兩坪大的浴室裡 已經夠震撼的了 見識人員在進行鑑驗的時候 還有更令他們揪心的 五個死者應該是他們家的五個小孩 那這些死者的手腳頭部都有 繩子還有鐵絲等的捆綁痕跡 基本上都是用黑色的塑膠袋 繞著頭 然後用那個鐵絲繞著 繞著他的頭 用轉的 所以他那個幾乎 小孩子的牙齒都是崩了 經過調查 住在事發地點這裡的 是男主人劉志勤 女主人林真銘 和他們分別就讀大一高三 以及國一 和兩個才念小學的這五個小孩 只是五個孩子 怎麼會在最安全的家裡 丟了性命 他們父母人呢 因為五個小朋友都沉溼在浴室 當時的父母親又消失 那我們就一度以為是滅門的血案 這幾滅門血案警方第一時間 提高了辦案的層級 由刑事局見識中心主任 陳小貴親自帶隊 畢竟當一切都還是謎團的時候 眼前最重要的 是得從這個三層樓的住宅裡 找尋更多蛛絲馬跡 它的浴室門是用膠袋貼的 包含它的排水口跟通風口 都用膠袋來把它貼住 避免可能未到外傳 那其他一到四樓 所有的窗戶都是內鎖的 都是內鎖 然後包含一樓的防道門 它也是有一個內栓 把它栓起來 所以他們第一時間要進去的時候 至少鎖匠用破壞的方式 才進去 就是這是有點密失殺人 歹徒不曉得從哪裡出去的一個狀況 現場門窗沒有被破壞的跡象 警方初步掩判 很有可能是熟人犯案 當警方再度把視線 鎖定遺體城市的浴室時 眼睛瞥見 會有三個煙粒 那洗煙的方式也有去採證 看看是不是同一個人抽的煙 還有煙的品牌也都有去查證 就是我們要看看 是不是有不同的人方案 其實那煙都是同樣的煙 歹徒在行凶過程中 還能從容抽煙 再度印證警方一剛開始的研判 但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要一次奪走五個孩子的性命呢 是仇 是情 還是會彩殺人 比較不正常的現象 就是他家裡到處都是錢 有大鈔 還有金氏 表示說現場的東西 他都不要了 歹徒擺明不是為了情而來 加上男屋主劉志祺 和太太林正銘的所有 隨身重要證件 物品 竟然都留在家裡 難道是歹徒將孩子殺害後 將他們兩夫妻給爐走了嗎 在他的大門棟那邊 下了一個求求的紙條 然後客廳的茶及皮包 旁邊的一個小鏡子底下 抵押了一千塊寫了SOS 孩子被幫 那小紙條上面寫什麼 基本上他們是希望說 就是說他們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希望有人報警處理 但是 但是就是說 這個到底代表什麼意涵 我們現在都沒有辦法 做任何解讀 花蓮縣吉安鄉這起面門血案 目前依舊疑點重沖 而這三根煙蒂 繁俗的門窗和求救字條 能一步一步帶領警方 掀開殘忍命案的真相嗎 這起花蓮面門血案 專案小組的成員 透過在現場找到的相關機證 巡縣就追查到了 和男主人劉志勤 有債務糾紛的零性合夥人 他竟然還是一名通氣犯 而警方在嘉義地區抓到了他 現在他得交代清楚 案發前後的行蹤 而就在專案小組還在追查 所有可疑對象的時候 警方也發現 劉志勤的私家車 就停在吉安火車站前 而調閱監視器也意外發現 他們兩夫妻根本沒有被人掳走 甚至有人指出 案發前這個劉志勤還曾經說 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到底這個屋簷底下發生了什麼事 一家五口喪命 父母失蹤 這起重大刑案震驚全國 警方天天繃緊神機 幾乎每... 從每一天的檢討會 開會討論到... 到三天 甚至說一個禮拜 一個月 其實我們一直在分析這些案情 除了專案會在講 討論這件案子之外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泡茶聊天 甚至吃便當 大家的話題就是這件案子 可見大家的壓力真的很大 電子媒體 鐵面媒體 也幾乎天天駐紮在事發現場 跟著警方的腳步 掌握每一個進度 所以我們都搶 鏡頭都是用搶的 就在抓那個一點 那照相機可能就是 啪啪啪就拍了好幾張 而這起命案的發生 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附近鄰居 除了久久揮之不去的 難聞氣味之外 還有心裡的恐懼不安 畢竟在心裡上 會造成一種恐慌的心理 因為當初的認定是外力侵入 所以大時候想說 我們的那邊治安環境 是不是變差了變壞了的感覺 就那幾天那一陣子 的確多多少少 不管是心裡上 還是真正的聞到了 真的是有那一個 似有看似飄渺 似有似無的一個味道 那種味道總是讓人家覺得 很不舒服 這起駭人聽聞的殘忍命案 專小組首先先清查 男主人劉志祺 與女主人林真米的背景 他早期就是在台東的時候 也在資本的一個老爺飯店裡面 經營這個魔幻家族的一個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跟傑士林真米以後 那舉家搬線到花蓮 然後跟前妻離婚嘛 然後到花蓮了以後 也在招風農場 也是經營同樣性質的一個店 劉志祺在知名飯店或是農場 經營攝影印刷公司 外表看似規模不小的這間店 實際上卻背了不少債務 我們那個時候負責清查他的債務問題 大概也才欠一千多萬 警方發現劉志祺以債養債 錢坑越來越大 最後連周遭親友 全成了他的借款對象 那在案發錢 劉志祺也曾經向前妻 請他幫忙借個錢 這起面門血案 難不成是債主找上門嗎 警方第一時間找到與劉志祺 有債務糾紛的零星友人 兩個人曾經因為合夥時 帳目不清 導致關係決裂 加上他還曾經對外放話 揚言要殺光劉志祺一家人 現在他成了警方 頭號要查氣的對象之一 專業小組一方面要釐清 劉志祺和零星合伙人之間的債務問題之外 一方面也在事發的劉宅附近 進行訪查 你說這個你五個小孩子 要把他集中一起殺害 如果說他們全家都在 那個時間就要晚上 那你要陸續殺害 那你就要在裡面 又要更長的時間 因為他們是聯動式的 一排的那個透天住宅 你不管是什麼聲響 其實隔壁都應該進得到 可疑的是附近鄰居迴響 都沒有任何人在案發前聽見爭吵聲 就在一切還沒有任何線索的時候 傳出關鍵線報 劉志祺的私家車就放在距離家裡 不到兩公里外的吉安火車站 正前的停車場 這台車號VW9929的轎車 警方第一時間拉起了封鎖線 要針對車子裡裡外外 仔細搜證 但劉志祺 林真米這兩夫妻 從車子離開後的行蹤 是專案小組追查的關鍵 我們發現他車輛 停在吉安火車站前面之後 他們兩個不行離開 他們有被人壓嗎 沒有啊 我們就可以確定 他們對沒有受外力挾持 根據警方調查 劉志祺 林真米這兩個人 並沒有被限制人身自由 就讓警方偵辦的角度 開始出現了重大轉折 他們把轎車停在火車站以後 這一對夫妻往哪裡 哪一個方向走 我們那個時候 動員了非常多的人力 除了監視器 然後還有 就是到現地 每個每戶去訪查 可是愛宇那一邊 那個年代可能監視器 沒有那麼多 我們能用個 能過濾的 能看的 真的是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 從周遭的監視器去發現 還原他們的相關路徑 就從那個斷點之後 幾乎他們兩個 就消失逆跡了 五個小孩的父母 劉志祺 林真米 在案發後仿佛人間蒸發 最後的斷點 就在這個吉安火車站 現在整起案件 檢察官從原本朝向 為人犯案 轉而把懷疑的目光 投向了孩子的父母親身上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找到任何的 就是說 流氏夫妻以外的人 可能涉案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從現場沒有打鬥的痕跡 還有就是說 我們初步判斷 這個五位小孩的 這個先後 就是他死亡 可能有先後時間的順序不同 那再加上 劉氏夫妻到現在都沒有露面 沒有任何他的一個消息 所以我們是 就是說證據可能會指向他 他是有涉嫌的 案前出現重大逆轉 原本以為被盧走的父母親 劉志勤和林真米 被檢方認定 事務有重嫌 也同步發布查期專刊 當下就是專案小組 就判斷是父母兩個人所為 也對父母發布查期專刊 也跟遺檢署申請這兩個人通緝令 面對這兩巨大的案情轉折 同為鄰居 身分又是警官的張思青 感觸特別深刻 大家第一時間的反應是 驚訝 因為基本上他們家 從來沒有聽過打罵小孩的聲音 沒有沒有 然後給我們的印象 營造出來的 不管是不是營造出來的 但是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那家很安靜 然後從來沒有打罵小孩的哭叫聲 然後就是 感覺上小孩子跟媽媽很親 那爸爸因為早出晚歸比較少看到 但如果是因為欠債一千多萬 就殺害自己的親身骨肉 一次還殺害五個孩子 這有可能嗎 用這麼激烈的手段對我來講 那幾乎跟虐殺 或者是去報復你仇人那種手法 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這是我第一個我想要了解 第二個 我也在想他們夫妻子 到底在人生 碰到了什麼樣的困境 逼得他們兩個非要用這種手段 去對待他們的小孩子 還記得第一時間 警方在城市的浴室門口 找到的那三根煙蒂嗎 經過警方檢驗 延遞上的DNA 是劉志勤的一位 相信有人 所留下來的 但遺留的時間點 似乎和命案不相符 檢警不排除是有人 固步一陣 這也更增加了檢察官認定 劉志勤涉案的可能性 後來是劉志勤嗎 那個不是劉志勤 是他朋友的一個DNA 對 那就是 我們也會去查訪 他那個朋友 他當時在做什麼 原本在一樓煙灰缸的煙蒂 會出現在三樓命案的浴室門外 專案小組研判 有可能是劉志勤夫妻预謀犯案 而警方找來劉志勤 就為相信有人配合調查 沒想到他卻說出令專案小組 都震驚的話 劉志勤曾經在酒後 跟他說他要幹一件 驚天動地的大事 難不成劉志勤在酒後說出 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就是殘害五個孩子嗎 根據專案小組的調查 五個小孩中 老大 老二 老三 是劉志勤和前妻生的 但再怎麼樣 老四和小兒子也是 淋著米的親生骨肉 這兩夫妻真的會是 殺害自己小孩的殺人兇手嗎 而到目前為止 這一切都只是推論 但當警方找到劉志勤 一台照相機送到刑事局 去還原裡頭的檔案時 沒想到也一併還原了 屋簷底下的內葉 這五個沒能長大的孩子 所面臨的親口 以前他有跟人家還是朋友講 說他這個附近會發生重大命案 人說虎毒不食子 但劉志勤和林真米經過連日來的追查 被檢方認定是五子命案的重要涉嫌人 但要一次殺害五個小孩 難道孩子們都不會掙扎喊叫嗎 這個大的跟老二 這個身材都魁梧 非常魁梧 而且也成熟了 那如果說一般人要下這種 下這種毒手 一定會反抗 那我們也在想 為什麼他沒有反抗 沒有反抗 第一時間會聯想到的 就是他們很有可能被下毒 但檢警在孩子的遺體上 卻也驗不出任何的毒反應 就在這個時候 警方在劉家找到了一株特殊的植物 魚騰 它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原住民 一般原住民在河裡抓魚的時候 就是把魚 可能是一種神經性的一種毒 然後它就是會暫時讓你失去知覺 但是很快的它就會復原 它並不是那種致命就是說 那種毒藥 我們那時候可能 就是圓滿說它可能放在水裡面 或者是吃飯的時候湯裡面 給小孩子用 讓他們失去抵抗力 但劉家怎麼會突然出現 魚騰這樣具有特殊麻醉性的植物呢 經過追查警方發現 魚騰來自一位劉志勤的消信友人 他說他朋友 他一個屏東的朋友的兒子 研究所要逼要寫論文用 要把這個魚做保鮮 就是類似就是防護劑用 按發以後我才發現 那東西都大概這樣 可是頭不見了 他毒性比較強的 這是在根部 根部都不見了 說要給朋友的兒子寫論文用的魚騰 最後卻出現在劉家 五指面的輪廓 似乎越來越清晰 而就在這個時候 當初用來密封浴室門縫 排血孔的咖啡色膠帶上的指紋 也有了新的進展 那這個殘缺的指紋 經過我們在進行一個 指紋的一個重建跟描繪的結果 是跟劉志勤是相互的 膠帶除了可以判斷 孩子被綁的時間之外 那膠帶上面也只有 劉志勤的指紋 那就可以比較明確指向是 劉志勤來綁孩子這樣 刑事局見識中心靠著專業 讓膠帶上原本殘缺的指紋 一步一步現出捆綁孩子的那雙手 究竟是誰的 而指紋也漸漸印證 同時提高劉志勤涉案的可能性 另外 劉志勤也同步指出 城市的浴室 並非密案的第一現場 五個小孩的臥室裡 發現了血跡反應 表示遺體曾經被移動過 在這個主臥室裡面 還有在奧德的 在第二個小孩子裡面的房間裡面 我們有發現失臭味跟血跡 那來比對的一個結果當中 是跟老奧 這是他第二個小孩的 還有一個好像是第四個小孩的 這個DNS相符 而專業小組也透過路口 監視器畫面 掌握在案發前 劉志勤曾經到住家附近的超市 去購買疑似犯案工具 確實有一個人來買尖鎖鎖鎖鎖 應該算是這樣 有一個人來買 除了劉志勤之外 他的妻子林真敏的行蹤 似乎也與警方的推測不謀而合 警方也在柳家搜出一張可疑的發票 進而追查出林真敏在案發之前 也疑似到這家超商購買膠帶 從魚騰膠帶上的指紋 再對應監視器畫面 這兩夫妻共蒙殺害小孩的證據 也越來越多 但萬萬沒有想到 還有另專案小組 更難以置信的證據 這個相機是在大概 我們事後送到刑事局去 它這個裡面的攝影的內容 有被刪除 但是我們有救回幾張照片 被刪除的照片 可能就是命案的關鍵 於是警方透過技術 還原了記憶卡裡 那驚恐讓人不敢置信的 心生過程 就是有一個鏡頭是 背影類似像劉志勤 在床上綁小孩的一個照片 他是沒有看到林真敏 他是不是攝影的人 還是他是站在後面看 這個我們就不清楚 所有的線索到現在 通通連結在一起 當初警方初步研判 在第一時間 可能被掳走的 劉志勤和林真敏 成了命案的頭號嫌疑犯 但現在還有一個 連專案小組 都百思不解的症結點 當然最重要的轉折點是 我們在刑事的見識上面 在案發現場 並沒有發現有其他人的激震 設案的激震 然後我們也試圖還原他 他怎麼去創造這個 密失殺人案 第一時間 警方就發現 案發現場裡的所有門窗 都是栓上的 甚至是由內部反鎖 就連頂樓夾蓋的鐵皮屋後方 都被發現綠色鐵絲 以麻花狀反鎖的痕跡 劉志勤和林真敏 要如何再殺掉孩子之後 再離開現場呢 沙網上有一個新的破口 一個圓形的破口 那當初是研判就是說 他要把大門的那個 大門的門栓栓上 他很可能是用鐵絲 先固定好那個門栓 然後在關門以後把它用力 扒上一扣 然後再把鐵絲抽出來 然後再離開 從無此命案發生到現在 從煙蒂 求救信 再倒於騰 還有膠帶上的指紋 甚至是購買凶器的發票 再到被還原的驚悚照片 這一場滅門血案 到頭來 原來是劉志勤 林真敏兩個人 雙手佈下的局 其實他們家小孩很乖 一般都是小孩子出來刀的時候 那比如說小孩子有在 大的有在補習 或是晚上讀書的話 就是媽媽陪著小的 出來刀的時候 當初刻畫在鄰居眼中 那個愛小孩的溫馨景象 和那個曾經溫馨的家 想起來格外諷刺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 劉志勤 林真敏 他們人呢 劉志勤和林真敏 這一對夫妻黨他們 到底跑哪裡去了 專員小組窮盡各種方法 甚至還特地去觀洛英 而其中被封為 偵查隊最有靈性的遠景 鍾子毅 在觀洛英的過程當中 還真的有感應到 他又看到了些什麼呢 而玄奇的還不只如此 警官 陸真輝和往常一樣 到廟裡去參拜 而宮廟裡的小師妹就跟他說 隊長你後面跟了一個女生 而那個女生竟然就是大家要找的 林真敏 劉志勤 林真敏 最後斷點是在吉安火車站 現在得盡快找到他們兩夫妻 才能還原整起案件 而警方除了到處張貼查氣專刊 現在也只能大海撈針 進行地毯式的訪查 你怎麼看得有幾種 這個 這個 到底這裡不應該有 沒有 尤其劉志勤的台東老家 更是專案小組清查的重點區域 這裡就是劉志勤的台東老家 警方一發現原本無人居住的房子 罕見的燈火通明 馬上出動大批警力前往查證 奇怪的是警方突空 裡頭一個人也沒有 即使如此 專案小組依舊沒有放棄 找尋他們的下落 警方就認為說先把人追到 我們才知道 他的動機是什麼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幾乎花了大概 一千多個人力 甚至大規模的收山 甚至又到台東 劉志勤的故鄉 去那裡埋伏了半年 看他有沒有存體款的紀錄 或者是用信用卡去消費 甚至他生病了 他總要去救醫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全部都釐清都調閱過 甚至他的親屬的 我們認為如果他平常 可能有資金往來 或者是會錢這種狀況 可疑的帳戶 我們認為有可能的帳戶 我們全部都調閱了 該查的該找的 全都想盡辦法清查 但這兩個人 彷彿人間蒸發一樣 沒有任何一點點訊息 就在專案小組遭遇瓶頸的時候 有了振奮人心的消息 就是監視器畫面的這名男子 讓超商老闆覺得 與劉志晴十分神似 他這邊只是比較銷售而已 如果以側面來講 就真的很像 除了長相神似之外 這名男子還很巧合的 買的是劉志晴最愛喝的高粱酒 更讓老闆印象深刻的是 他眼神還刻意望向了 一旁的茶器專刊 這張專案小組還在追查 該名男子的動向時 又燒來了另外一條 來自鄰谷塔的線索 女子雙手何時膜拜 體型和長相 像極了無死命案中失蹤的母親 同時也是重要關係人的林真銘 只可惜經過詳細比對追查 這兩個都不是劉志晴 林真銘本人 所有線索又通通回到了原點 而或許是這起血案 一次有五個孩子喪命 地方上會聲會影 也開始陸續出現靈異傳聞 有聽說 這有時候三個半夜 在屋子裡面傳出了哀嚎聲 或慘叫聲 或者一些淒厲的聲音 或者是有一些動的 動靜的 就有人在裡面在動人 這個動的什麼傢俱什麼等等 因為沒有人住嘛 所以怎麼會有人 再發生聲響的問題 我聽到說是有媒體說 他們在兵役館驗事件的時候 有看到這個大體 看到之後當晚就出車禍 後面這個媒體有去公廟給機頭問 就是說有兩個就是大的跟小的 跟在他車上 所以才會有這一起車禍發生這樣 這些都只是民眾間未經證實的傳聞 不過當時專案小組中的重要成員 也是花蓮縣行大機動隊隊長 駱真輝 在案發後的某一天 來到了這間位在花蓮縣捷安鄉 僻靜的這間公廟 駱真輝一如往常的 來到廟裡拜拜 小師妹 他那時候我們在泡茶聊天的時候 他又跟我講說 駱隊長 怎麼外面又有人站著一個女孩子 我那時候就有一點生氣 我說還有什麼可以跟著我的 我也沒有什麼事情 他說 我說那你形容說這個人 長得什麼樣子 他說就是一個瘦瘦小小的一個女孩子 戴個眼鏡 然後很客氣 很斯文 然後不敢進攻 駱真輝聽到小師妹這麼形容 他的腦海裡 第一個浮出的對象 就是涉嫌無子命案的林真敏 好像有話要跟我說 又不敢進來 那個時候我就請同事 把當初林真敏的照片 傳給我 用手機照給我 然後給這個小師妹看 他說就是這個女孩子 如果林真敏真的找上了洛真輝 他到底想熟悉什麼呢 林真敏也有託過 經過這個小師妹的口述 講過他的命案過程 那個時候我還有請當初的 就是承辦的偵查隊長韓旭外 也有過來聽 那時候他們跟我們講說 林真敏給我們講話的時候 他已經死掉了 他的屍骨是死在那個公墓旁邊 專業小組 焦急要找的林真敏死掉了 這讓洛真輝聽完 心涼了一大截 但確切地點呢 小師妹只說他幫忙 只能幫到這兒 接下來只能靠警方自己了 我去找了好多警 結果我想說會不會是在 那個豐濱那邊有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公墓 但是原住民就在北回歸縣旁邊 那時候我也帶了同事去找 可是沒有收穫 只要能找到劉志勤和林真敏 專案小組都不放棄任何一個 可能的辦法 畢竟五個孩子喪命的真相 還有待進一步離親 有一次去宜蘭觀落陰 對 那時候整個專案小組就 一起去觀落陰 他觀落陰的方式是 坐在一個椅子上 椅子腳底的部分 全部用金針來組隔擾 防止我們接受地氣 然後眼睛是被蒙住的 然後被蒙眼 然後他也是用金針 先貼在眼睛上 然後把我們的眼睛蒙住 然後就開始就是 進行那個儀式 儀式開始之後 專小組成員中 只有中子役有了明顯感應 那影像是在一個山的棱線 橫線那邊會有一間房子 那個是一個舊式的房子 然後有看到那個庭院裡面 有劉志勤的身影 然後那個專案小組成員 就我前往的路徑 還一度地畫了一些圖 包含山區道路怎麼進去 旁邊有一些蓄水池 然後有一些檳榔園 然後房子的形狀 然後都在我的口述把它畫下來 這雖然是科學 無法解釋的現象 但專案小組寧可信其有的 把中子役口述的地點 全畫了下來 而這張圖他們用空拍機 找遍了大花蓮山區 還有台東 沒想到 就在台東的芝本 有了眉目 那時候在芝本的山區 先一開始是發現 一棟有民宅 民宅 那我們原本的用衣 下去借廁所 結果突然 屋子裡面走出來 有一個男性 一看那個樣子 也就是劉志勤 專案小組辛苦了這麼久 費了好大的功夫 循循秘密 要找的劉志勤 就在眼前了嗎 警方透過關洛英 找到了一個很像劉志勤的人 而沒想到那個人 竟然是劉志勤的堂哥 後來這兩夫妻 依舊是下落不明 而沒想到時隔九年 一名獵人上山打獵 在吉安山區 就發現了兩具白骨 獵人說 這是代表祖靈的百步蛇 所給他的指引 而這兩具白骨 從地緣關係 和周遭遺落的物品 也讓專案小組直學 這很有可能 就是劉志勤和林哲敏 警務中心通報說有民眾發現骨骸 當時接到通知的花蓮縣吉安分局 偵查隊長王世光和同仁在第一時間 就趕往現場 採訪當天王世光隊長 帶著我們也重回這個地方 它是在一個火葬場旁邊的產業道路 這個比較偏僻 算偏僻 就在三角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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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車子從旁邊 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在我們拍攝當天 幾乎沒有任何的人車經過 可以說是相當偏僻 當初報案的人 是一名獵人 對這個是什麼 是狗的頭嗎 不對啊 你看他 他怎麼像人 我兩個是像猴子的頭 一不像 我就嚇到 看到那個鞋子 兩個是三雙鞋子 一雙一雙在下面 王世光和偵察隊同仁到達現場後 針對發現骨骸的地方 仔細檢視 明顯就是兩具 那兩具屍骨 它是用睡袋 睡袋包裹 可能是 因為我們發現的時候是剩下骨骸 骨骸可能這邊的野獸 會把衣服 肉都刁死掉 所以我們發現它旁邊 包括它穿的鞋子 已經散落在大概 15公尺範圍以內 周遭都已經散落了 然後旁邊就是有一些 罐頭類的這些東西 而在這雜亂散落的物品當中 有眼尖的圓景 特別注意到這個東西 我們現場一個同事是說 隊長 我們要按查記 莊刊劉志祺那個男生 好像是金邊眼鏡 然後這一隊又是 又是兩個人 他說是不是他們兩個人 武子命案事隔9年 在花蓮縣吉安鄉山區 墳墓邊的這兩具骨骸 真的是劉志祺和林真銘嗎 難道真的是巧合嗎 還記得當初天昊宮的小師妹 對對長若真輝轉述 林真銘說自己死了 而且就死在公墓附近 如今似乎也印證了這段話 不只如此 就連原住民獵人發現骨骸 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他一如既往 然後去山區竹獵 他走獵道 但是在獵道上面 就是看見一條白布蛇 在他們原住民習俗裡面 白布蛇是他們的竹林 偽托他下來告訴他 你今天不能走這個獵道進去 有可能會發生一些危險之類的 可是他就當然是退回來 就不走原本的獵道 可是東西都 獵具都準備好 他還是希望可以去捕獵 結果他就轉而 就在沒有獵道的情況下 鑽一些草叢 結果鑽到最後去發現這兩具白骨 他們家在那邊 把華山這裡也看得到 專案小組追了九年的血案 最後總算找到了 劉志勤和林真銘 但他們卻成了兩具白骨 而兩夫妻最後沉濕的地點 彷彿就跟命案發生的過程一樣 經過精心安排 我自己在猜想 有可能是 他們挑選這個地方 是隨時帶著愧疚的心 去看看他的 曾經的家 或者是放小孩子 鼓癌的地方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不然你真的要自殺的話 你可以逃到那個 人員比較稀少的地方 而且跟這些 毫無地人關係的地方去自殺 你的心理負擔可能會比較少 所以我在想是 愧疚還是 複雜的心情放不下 我倒覺得是放不下 若是真的放不下 當初又為何選擇殘忍結束 五個孩子的生命 若是真的割捨不下 這個方案過程 又為何固步移證呢 這一個又一個的問號 似乎也沒有辦法 得到真正的答案 五個孩子 兩個父母 一對父母 七個人 就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會永遠成一個謎 花蓮無子命案發生之後 地方上詭異傳聞不斷 而當時的花蓮陷境局長 耿紀文 還特別到事發的凶宅 來住了七個晚上 我們重案組也找到了耿紀文 他入住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特別的感應嗎 你住在中間 像拚拚乾淨這樣 會覺得身體怪不斷 案發後第一個入住 五子命案現場的是一位法師 後來又換成一對母女 你住這裡嗎 聽到記者上門 住在五子命案 凶宅的小姐低調不願多談 其實從2006年 命案發生之後 附近鄰居也傳出不少人 選擇搬家 像我們住最久的已經很少 但是還有幾戶啦 但是大部分都已經搬來搬去 而我們再回到 案發現場的這條巷子裡 依舊可以看到許多住戶的 外牆瓷磚牆面上 人擺放許多擋煞避邪用鏡子 或是八卦劑 可見當時這起案件 在當地造成不小的心理壓力 以及影響 至於發現命案的這棟透天錯 陸續有幾位房客入住 但最後的結果 都是住不了太久 就自動離開 不敢住 說還是覺得奇怪 不敢住 所以房子又空下來了 鏡頭前 穿著深藍色休閒夾克的 是案發後兩年 接任花蓮縣警察局長的 耿紀文 個性坦率 辦案經驗豐富的他 當時面對眼前這個 令警方相當棘手的案子 他願意挺身 進到這個凶宅 想要破這個案 但是沒有進來 我們有壓力 在這樣情況下 我就想說 這個如果去住 到那邊逛一逛 轉一轉看的話 會不會有靈感 耿紀文彷彿帶著我們 坐上時光列車 回到他入住的 那一夜晚上十一點半 當門打開的時候 坦白講 開門的那一叉呢 從屋子裡面飄出來的空氣 是不好聞的空氣 因為命案沒有破 還保留一些現場 那個味道啊 就有點發霉 輔救 但是略帶血腥味 光是要進到這樣的空間 已經夠需要勇氣了 耿紀文還得在這裡 住上七天 但第一個晚上 大家都很好奇 他真的睡得著嗎 就坐在那邊 就晚上那麼晚啊 然後就保留習慣 睡覺前喜歡看點書 所以就看自自通見 看看自自通見的書 保持平常的習慣 看完書才會睡覺 看看時間到了 該差不多睡了 要睡 就躺在那裡睡睡睡睡 睡不著 因為燈亮了反而睡不著 左想右想 還是 決定要把燈關掉 然後就把燈開關關掉 就躺在床上 本來都不怕了 當燈一黑了躺在床上 就想 哎呀有沒有鬼啊 這時候才突然想說有沒有鬼 說心裡沒有壓力是不可能的 但耿靜文心裡更在乎的 是這個案子有沒有破案的機會 萬一有鬼的話 如果掐我脖子 你最起碼 你掐我脖子咬我幹嘛的時候 你告訴我 兇手是誰 兇手在哪裡 最起碼要告訴我啊 就想著想著想著 就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等到醒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就先摸自己的脖子 摸是好的 那個時候 好像中大獎一樣的高興 我是好的沒有事 身為花蓮縣警察局長 破案固然重要 但來到五子命案的事發地 他自己心中 還有另外一個使命 雖然朱夢沒有夢到 跟命案有關的夢 雖然這個 沒有偷夢 但是我覺得 讓當地的住戶 他們覺得局長都可以住了沒有事 他們安心多了 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收穫 當地會生會癮的傳聞 耿敬文以實際入住的方式 希望大家不要再以額傳額 包括外界傳言 他因為入住五子命案凶宅 生了長大病 根本也是子虛無有 入住 運動上就是脊椎慢慢滑脫 滑脫越來越大 我就聽醫生見就開刀 開完刀呢 正好又碰到情流感 所謂的H1N1 那個時候 我開完刀以後 還不滿十天 我就去打疫苗 打完疫苗 當天就不舒服住院 是這樣子 如今五子命案的事發地 是一對兄弟黨入住 根據鄰居表示 他們安然住了兩年多 平常門口就像這樣 簡單放雙鞋子 人就出門上班去了 所有命案的謎團 還有許多的揣測 隨著時間的流逝 終將回歸平淡 非常感謝您收看 這個小時的專案組節目 我是楊如涵 我們下週再會 阿里 2 3 1